这个昏迷的男人安静地躺在医院的ATM里 就在刚刚他被人摆刀子进去 黄刀子出来一刀插进了膀胱 法医在男人的膀胱里发现了断掉的胸器 上面还残留着生鱼片的味道 警方闯进前人员的鱼片店 果然在操作台下面发现了燃血的断刀 鱼片交代的确是自己捅了法官刘成勋的妖子 至于原因他始终不肯回答 警方问他为什么还留着那把胸器 鱼片说刀是自己六十大树的时候 朋友送了礼物 所以舍不得丢 走出审讯室 承俊明显感觉到对方在胡言乱语 混淆视听 目的就是干扰案件的调查 第二天承俊来到一家铁匠铺 老板承认照片里的刀就是自己的作品 为了方便记账 每把刀上都有一排编码 按照编码 他很快便找到了买刀的顾客 上面写的名字竟然是郑云仔 郑云仔说自己要买把刀送给弟弟刮胡子 因此店老板的印象很深 承俊没有让店老板描述郑云仔的模样 反而跑回警局 继续审问生鱼片 鱼片说自己的哥哥N24 在逃出福利院的时候被车撞死了 因此他痛恨N11没有照顾好哥哥 所以才一冲动捅上了人 为了探寻真相 警方跑到福利院的后山散开调查 果然挖出了很多儿童的尸体 其中便包括N24和N12 此时柳成熏的内心 犯起了嘀咕 N24还好理解 这个N12怎么也死了 他不是三号陪审员郑云城吗 为了一探究竟 承俊来到数据库 调取20年前的儿童收养信息 果然找到了郑云城的资料夹 他打开本子 看到了云城小时候的照片 经过比对 承俊发现 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郑云城 而是大家都在寻找的郑云仔 此时的一面里 ETC的大门缓缓打开 一个男人悄悄摸索到了柳成熏的床边 承熏睁开眼 发现眼前正是统伤自己的N13 郑云仔 云仔刚要摘下承熏的氧气罩 下一秒 扫心病狂的白老板竟然走了进来 郑云仔知道情况不妙 赶忙匆匆离开 望着老白的这张脸 承熏简直不敢相信 这货不是在看守所吗 怎么说出来就出来了 原来老白又和警察署长搞到了一起 为了孕育 白老板在牢房里苦恋剃头功 脑瓜子磕爆了也没有停止 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 在署长的安排下 班文刚被送进了精神便宴 不得不说 老白的演技太好了 斯卡拉都欠他一个小惊人 深夜 忠诚的组长假扮成医院护工 悄悄来到了病房 恢复自由后 老白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N11 询问N13郑云仔的下落 承熏的嘴不是一般的影 面对班文刚 他的眼中充满了愤怒 就在老白要掐死承熏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了和自己擦肩而过的男孩 没错 那家伙就是郑云仔 老白冲出医院 此时的云仔早已消失不见 这一遍 有承熏也在买大街寻找小郑 而小郑依旧在扮演好儿子的角色 他挂掉柳成俊打来的电话 不停审问身旁的大妈 为什么要抛弃儿子 女人一时间不知怎么回答 紧接着 云仔眼神一狠 他打起一把刀 静止向女人走了过去